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的每日一字为您介绍的是一个诗字 斗诗的诗 诗 诗诗语念诗 四声诗 语念诗 三声诗 诗诗诗 诗就是豆诗 这是一种用大豆制成的食物 古人称为优俗 豆诗的制作可以分为前淡两种 蛋豆式的制法是在夏天 先把海大豆用水浸泡蒸熟之后摊在席子上 以稻草来覆盖 等到发霉之后加水搅拌 装入瓶中 用泥封口 在日光下曝晒七天 取出晒干 再加水搅拌 再装入瓶中 封口曝晒 经过七次这样反复的曝晒之后 再蒸一次就可主藏备用了 也可以当作中药 而咸豆式的制法和淡豆是大致相同的 只是发霉之后要加盐 姜 辣椒等等作味料才能够装饿 豆诗是民间的调味品 甚至于连餐厅的菜肴里都少不了豆诗 如豆诗排骨 豆诗腊鱼等等 古人还拿豆诗来敬酒 如王羲之旧曾经说过 小福诗酒至佳 硕用有焰 诗这个字 有人不注意 把它念成这个鼓字是不对的 因为鼓这个字的注音符号 是歌舞鼓三声鼓 鼓是一种乐器 用木块骨成圆筒形 两端蒙上牛皮或羊皮 敲起来会咚咚响 鼓的形状和用途都有很多 除了乐器之外 有各式各样的鼓 古代夜间报经用的叫经舞 指挥作战用的叫战鼓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 是可以念是也可以念齿的音 这是一种斗智的食品 而鼓念歌舞鼓三声鼓 是一种乐器 查字典的时候 是这个字属斗部 但是鼓这个字属鼓部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 因此 斗士是不能够念成 也不能够写成斗鼓的 请您在读念书写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节目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